接下來我們要設計程式嘛 來看一下哦 我勾你勾選的興趣是 好像太大了一點 等一下呢 還要放什麼還要放這個 顏色跟上面有點不同 我覺得還是改個顏色好了 我們改成藍色的 出題好了 接下來到這裡要切換到哪裡呢 看一下如果這個 原件有被選 它叫做 它叫做 複選和 選中是它的狀態 選到做什麼 來 我們回到程式設計來 當使用者在這裡勾選完會按確定對不對 所以從這裡做觸發 來 那確定的按鈕在這裡 當使用者點選完以後呢 做什麼事情 先顯示 顯示訊息 來 如果 在這裡先問第一個 如果 如果什麼東西呢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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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它有沒有被點到 這個有沒有被點到 如果被點到 叫什麼 選中 那要做判斷呢 判斷在哪裡呢 那就邏輯的判斷 有沒有點到 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一個等於 如果這個電腦被選到的時候 被選到的東西叫做什麼 針 針的話呢 在哪裡 你要給它一個什麼針 就表示它被選到了 有選到就出來 接下來 要把它秀出來喔 接下來要把刺繡在哪裡呢 這個地方 接著幾項 不要用這個爛名字 要改名字 結果 結果 看到嗎 你要給它一個有意的名稱 這樣才知道喔 寫成色的時候不可以這樣 來 結果地方 那一開始結果文字 我們來要做組合 一開始呢 等一下我希望出現什麼 你選到什麼 那你選到什麼 在這裡不要浪費次 來 這裡先把它選起來 你勾選去Ctrl C複製 回到這裡來 回到這裡來喔 來 先告訴它 來這裡 這裡這裡 這個文字在哪裡呢 選擇往下拉 在上面在下面 顯示的文字 在這裡 設定顯示的文字 先來一個文字框 上面上面這裡 Ctrl V貼上 那這個字 就是剛剛的字喔 這個字 就是這個字 不要理解 老師 我要把電腦加起來呢 怎麼加 那叫做合併喔 再來一次 接下來再來設定 我要把文字組合 用誰負責 在這裡叫做什麼 合併 合併呢 我們剛剛這個意思 什麼意思 你勾選的興趣式 就丟到這裡來囉 那接下來呢 如果他選中電腦 我就把這裡改成什麼 合併什麼 這邊選 電腦 那如果你懶得打字 可以到這裡來 電腦在這裡 來 選起來 Ctrl C對不對 一到這裡來 Ctrl V 老師 原來的文字呢 原來文字就是 再拉一個 結果的地方 文字在哪裡 文字幾家 來 流程先想一下 當我點選完 這個文字 這裡就等於你勾選的字 那如果他有勾選 電腦真的時候呢 目前這裡面的字是這個喔 這個就等於這個 在合併樓下的兩個字電腦 這樣看懂嗎 接下來就簡單了 老師有三個呢 按右鍵複製下來 把這裡改成什麼 電影 如果真的話 就再把電影再合併起來 歐蘭的打字了 打字慢 用複製比較快 Ctrl C複製到這裡來 再來 按右鍵複製 看起來很長 其實沒有那麼長 那這個叫什麼 旅遊 Ctrl C複製 我喜歡這樣 OK嗎 有選到喔 如果他沒有選到 這件事情不發生 就沒有旅遊了 所以選一個 就出現一個 那會怎樣呢 我們把流程想一下喔 一開始進來的時候呢 結果的文字叫做 你勾選的是 興趣是 如果有電腦的話 就變你勾選的興趣是 什麼電腦 接下來 這句話就叫你勾選興趣 電腦 電影 然後旅遊 來 那模擬器在這裡 看一下喔 這裡 來送出去 這裡怎麼叫做文本呢 按鈕 確定 確定在這裡 它是個按鈕沒錯 AR Companion 你的興趣是 來我來這裡看一下 這裡不太對喔 至少是要出現這個 這怎麼辦 總之連線再來一次 看一下 這是AI模擬器最大的缺點 就是要花一點時間 最好的方法 是用AI Companion 去做測試 好我們等它一下 好開過來 手機打開來 推過來 對不對 那這個程式就是2.0的 都沒有問題了 還要10幾秒 這在程式的世界 它叫做累加 它叫做累加的概念 好再等一下 4 3 2 1塊出來了 終於 好來 我喜歡的是電腦勾選 就出現電腦 我喜歡2個 那出現就2 而累加了 那又再點 又累加 又累加 所以我們剛剛說過 怎麼去解決問題 一開始點下去的時候 應該怎樣 第一次點下去 空白 對 老師 那空白的時候會怎樣 那就只出現這三個喔 老師我剛剛那也要 你CAMSYT 那怎麼辦 再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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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在這裡 那我們先把它刪掉 先空白就好了 再流傳再改 那這次又有點不一樣喔 不會出現那麼多囉 來點下去一個 我只要一個的時候點下去 兩個就兩個 又累加了 那累加 也許需要應該兩個按鈕來幫忙 叫做什麼 重置 這邊需要兩個按鈕來幫忙 來 那你可以把這個一樣把它拍起來 我們下次再解決這個 做完以後要做 儲存 那一樣我再來做 導出對不對 這第四個 那同學自己再把它做收尾喔 來第四個翻例尾傳上去 第四個翻例尾傳上去 來 那 就對了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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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